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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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有童话 生活就能宛若童话 对我而言 他可是能赶走老鼠 收到鲜花的宝贝 对我男朋友也是如此 他的作品就像藏着无数回忆的宝盒 充满了奇思妙小 能把噩梦化作美梦 给人无限的慰藉和想象 舅舅一生清贫 但一直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 所以今天 我想把他打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 分享给大家 谢谢 参赛的同学都进来吧 我宣布 比赛的获胜者是二号选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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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比赛呢 各组的风格呢各有不同 都非常优秀 所以我们决定再增加一个特别的奖项 获得特别奖项这一个选手呢 可以在我们金管学院的小展厅进行展出 六号选手林雨晶 恭喜你 谢谢 来了 来了 怎么样 应该吃口你的庄严饼的 对不起啊 不是第一名 这 这个就是个玩笑 不用当真 刚刚眷爷跟何宋南都批评过我了 你别放心上 没放心上 因为 虽然不是第一名 但我得得特别奖 还是可以办展 而且校记者队说要给我们做采访 登在学校公众号上 宣传一波重开仪式店的事 真的 真的 你们两个别高兴太早 到时候布置展厅和宣传都不是小事 有的忙了 放心吧 保证不如使命 保证顺利举办 总算都弄完了 就差明天最后一拖死我了 就差明天最后一拖死我了 你不是有课吗 你来干嘛呀 我有点不放心 再来看一遍流程 也好 沈娟在里面准备明天采访 他们出手来 你来检查一遍 我们也放心一点 你不是有实验课吗 赶紧去上啊 行 那我也回去了啊 我今天晚上还得剪剪视频呢 然后再发两个视频 插手热度 走了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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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什么呢 定人这夜看了这么久 这么明天要采访了吗 我去看看舅舅的日记本 找找灵感 这一页 是舅舅最后一张手稿 可惜没有做出来 我 我见过这个手环 就在你家储藏室里 是不是舅舅给你准备的礼物啊 我现在就回去 沈娟 这个 我们就这样装着 很贵的 我想到这里 全部ave到这里 同时 我们就这样装着 这一页 好 阿隽 恭喜你完成了自己的一次比赛 我相信你 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因为你毕竟付出了那么多 不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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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隽 很抱歉之前 没有能够 全心全意地去支持你 我实在是太想 让你继承我的手艺 以至于 忽略了你真正的热爱 对不起 但现在看来 你心无旁骛 门头去练习设计那股劲 却是跟我当时 一目一样 阿隽 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事 就是做你想做的 你尽管去做 尽情地挥洒你的热情 释放你的光芒 而我 也会坚定地 站在你的身后 看着你 支持你 陪伴着你 加油阿隽 希望我们阿隽 能够早日站在那个灵象台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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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去的时光 舅舅记忆我的不仅是陪伴 它还让我改变了看待世界的角度 舅舅的作品就像一个魔法窗口 它让我明白了那些屁灰蒙尘的事物 都可以通过方法去让它重现光明 在人生中遇到的困难和坎坷 都可以通过乐观的心态去克服 去跨越 画佛久为神奇 看来骆清禾先生对你的影响真的很大 我刚刚也听你的朋友说 你打算重开银饰店 是不是潜移默化中 做银饰成为了你的梦想 银饰店就是你们两代人的传承 我 我之前是打算重开银饰店 但不是因为梦想 是因为那个地方承载了太多的回忆 我觉得只要守着银饰店 就能 留住舅舅 但我现在想明白了 回忆固然重要 但我舅舅 留给我最珍贵的财富 是去追逐梦想的勇气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要出示我的梦想 绽放我的光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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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